欢迎回来欢迎全世界 这一段我们来关心的是 中国大陆最近在东南亚方面 加强他们的外交攻势 先看到是在印尼方面 印尼总统当选人普拉伯沃 最近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并且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接着又看到了像辽国的外长沙伦赛 还有越南外长裴青山 以及东地问的外长弗瑞塔斯 先后在4月2号到5号这段期间 访问中国大陆 另外有一项最新的报告 也带大家来看 等一下我们特别要来聊一下 这是2024还有去年2023 那主要是在新加坡 这个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 东盟研究中心 他们连续第6年 发布了一个东南亚太史报告 简单来说 就是问到大家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被问的都是精英阶层 那有过半数的受访者 在今年是选择 这个问题是这样说 如果在关键时刻 就是就地缘上面的考量来说的话 你们会比较是支持 就是真的要选边站的话 是站在美国那边 还是站在中国大陆这边 在去年2023大概是四六比 就是38.9的可能会靠中国站 那六成一的大概是靠美国站 但今年这个比例变成了五五波了 反而中国大陆是超前了 这也是五年来 中国大陆首次超越美国 成为东南亚国家 万一真的选边站成为他们的首选 好 先来聊就是中国大陆 最近有看到它的外交上面 对东南亚频频发动攻势 跟各国来进行外交的对接 这个背后的外交战略思考 杰文兄怎么看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近期南海这个主权争议 其实越演越烈 尤其是中国大陆和菲律宾之间 在几个岛交 比如仁爱交黄岩岛这个地方 已经多次进行一个相互的攻防 尤其是菲律宾借着每次冲撞 都在媒体进行一个直播 或者巨细迷的报道 其实在国际舆论上来讲 其实给予外界一个 中国大陆以大国欺负小国 这样的一个形象 因此对于菲律宾和中国大陆 近期南海相关的争议 和这个议题持续的发酵 我认为中国大陆会借由 这样密集的外交攻势 来稳住东协的相关国家 特别是南海行为准则 这几年一直卡在菲律宾这里 那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底下 寻求一个突破的可能 应该或者管控相关的风险 尤其是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冲突不仅止于中非两国而已 美国它的手已经越伸越伸 而且相关的国家像日本 像澳大利亚也加入战局 比如最近的菲律宾 美国日澳大利亚 联合海上巡航 或者联合操演 乃至于今年度各种联合的演习 势必会让整个南海议题炒得更热 而更增加中国大陆 以相关国家对峙 因此稳住东协相关国家 可能变成中国大陆 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我们都非常清楚 东协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大陆 第一个排名第一的贸易伙伴 它已经超过欧盟还有美国 而且差距可能越来越大 为了稳住东盟国家 藉由这样一个密集的相关的会议 或者拜访 其也有助于双方 在基贸关系上持续深化 因此如何通过这么 外交相关高层的交往和密切的往来 在精健和贸易上 能够更上一层楼 我认为对于大陆在基贸上 未来继续复苏 继续深化发展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其实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点 就刚刚也提到 是说印尼的总统当选人 普拉伯沃 照理来说 他在就任之前 就到了中国大陆去访问 而且和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两人见面 当然大家就想说 真的是蛮特别的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建也表示说 中国大陆是普拉伯沃 第一个拜访的国家 而双方也将会打造 开发中大国命运与共 团结合作 共谋发展的典范 说到这位发言人 在画面当中的这位林建 林建是大陆外交部最新 这个亮相的发言人 那香港的星岛日报就分析说 大陆外交部向来都会有 三位常设发言人 从林建加入之后 目前看到包括了华春莹 汪文斌 毛宁还有林建这四个人 那后续就在这个报道当中说 有可能会出现人事调动 真的是如此吗 怎么看这个 外交部发言人的人事调动 当然大家更关注的可能是 未来大陆这个新的外长的 这样的一个人选的安排跟公布 魏老师又怎么看 我想外交部当然在中国来讲 它是个大部 目前为止当然一个部长 由外办主任政治局委员王毅来兼任 有六个副部长 有六个副部长 那有三位部长助理 当然就包括华春莹 还有17位左右的 副部级的驻外大使 他有17位都是比较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会认为说 从林建加入之后 理论上来讲的话 那外交部就变成四位发言人 那有四位发言人当中 大家一定会想到 第一个华春莹 因为第一 他从2012年开始担任花园人副司长 已经将近快要12年的 第二个 他从2019年担任司长 对 已经将近快要5年的 那他从2021年10月份 担任了外交部的部长助理 就进到党委这个系统 也大概快要将近所谓三年多了 所以大家认为说 其实他升迁的机率是很高的 因为外交部来讲的话 他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互部级的缺 他是可以来调度的 比如说南非大使的缺 他是随附部级的缺 那香港 外交部驻香港的特派专研 那这也是互部级的缺 那外交部驻澳门的 驻澳门的大概今年的代表 也61岁了 那61岁基本上已经是育宁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如果大家会看到说 如果有关于发言人这个部分的职缺 可能会调整 那一般认为说那当然华春颖激励是最高的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那外交部部长的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那大家都认为说 那王毅一个人身兼两职 确确实实是非常辛苦的 如果以美中关系为例 我们看到 那美中关系 这种过去的当中来讲的话 外办主任 就是以前杨洁篪 现在王毅 基本上他对口是什么 就是美国国安顾问 舒立文 那外交部部长 以前叫做王毅 后来改为秦刚 现在又变成王毅 那主要面对的是国务卿布林肯 可是现在所有的事情 都是王毅已经超过70岁的人 在身兼两职 确确实实是过度的辛劳的 因此从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认为说 在不久的将来 那王毅当然对美工作是很重要 要找到一个可以来 为王毅来分忧解牢 来帮忙习近平从事外交工作人并不太多 但是像王毅一个人 同时身兼外办主任又身兼外交部部长 确确实实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会疲异奔命 也不是一个基本的常态 确实 王毅这个日理万机 真的是辛苦 那刚刚讲到说 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 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说 他4月3号 4号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后续还包括了 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慧 他也会在4月7号到12号 要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 访问中国大陆 说到了中越两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大陆对越南投资在2023年成长超过77% 总额达到了44.7亿美元 所以这次外长裴青山的到访 也呼吁说中越应该要加速两国边境口岸基础建设 提高陆路还有口岸货物的运输能力 推进铁路公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当然这也呼应了中国大陆外长王毅在2023年年底提出的 河同铁路的升级计划 河同铁路其实就是河内通到中越边境的同登市 它是在1954年建成的 有点历史 现在这个当然铁路老了 要赶快来升级 这个顺利升级的话 副长觉得说在中越的经济跟战略上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 还有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上面带来的实质利益 是 刚刚那个金文总编辑也提到 就是说亚万高铁建立以后 事实上对印尼带来很多的效益了 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效果 所以越南如果弩法炮制的话 会不会带动更大的经济效益 特别是刚刚的调查里面 发掘越南跟菲律宾 其实对美国的好感度还是很高的 因为越南本上经济上是依赖中国大陆 但是政治上还是跟大陆有一点界限 这一次的河同提出刚刚主持人河隆刚提到 就是说是从北越的河内到中越边界的同灯 然后甚至延伸到广西甚至云南 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带 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中贸易在以后 其实很多的大陆的厂商也开始移到越南去生产 但是越南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 或是一些电子自信业里面 很多精密的零组件 还是要从中国大陆运到越南再组装出口 所以这里面如果有个高铁 你节省很多物流成本 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也可以 这个象征就是说我可以 这个突围美中贸易战的一些封硕 这个东西会让降低美中贸易战的一些战略的一些威胁 第三个是因为广西云南内带 很多的一些稀土一些稀有金属 所以这里面在运送上面也会比较好 第四个是因为河内云南这都是一个旅游重镇 所以如果有个高铁将来对整个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 也会有正面的影响 所以从这些经济政治上的利益来看的话 它或许这个亚外高铁对一带一路的成功 是一个很好的一些示范效果 如果也开始复制的话 那一带一路在这个东南亚国家 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尤其是中美科技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 这条铁路听起来它的升级 对于未来这个科技竞争战略 这确实很有帮助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说东南亚国家所选边站这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公布 这个东南亚台市2024的最新调查报告 这位兄怎么看呢 就是去年跟今年比例上从四六比变成了五五波 而且甚至中国大陆超越了美国 成为了东南亚国家如果真的是要选边站的话 他们是会选择中国大陆的 以前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经济上东南亚国要靠中国大陆 但在军事和政治上他们是要靠美国 这个已经是过去十年来一个常态 而且随着东协和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 这个其实这个现况更是如此 但是我认为这两年有两产战争 事实上对东南亚国家的人民造成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对美国的观感 特别是俄乌战争 我们发现美国一直拱火者 不断地在里面拱火获取最大的利益 那另外影响最大的就是以哈的战争 特别是以色列对加沙走廊这样的一个攻击 目前已经产生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三万三千人以上 而美国还是持续供应 以色列各种攻击的武器弹药 而且在联合国安理会一些决议来讲 美国人通常是弃绝 一票否决 有助于舒缓局势的一些议案 而再加上东南亚国家 很多国家是有广大的穆斯林 尤其是像马来西亚 印尼等等 这也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 国内的民调 发现这个亲中的人 其实远高于亲美 那印尼也是如此 正显示了以哈冲突 事实上对于美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特别是对穆斯林国家的这种吸引力 其实大幅大幅的降低 这既有经济因素 我认为更重要的就是国际间一些政治 特别是以哈冲突所造成的结果 让这次的民调呈现比较大的变动 说出来就是东南亚国家 对于美国的信赖不比以往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聊两岸关系 欢迎回来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来看到 就是中美高层 最近真的是密集的对接 先是看到两国的领导人 包括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有拜登美国总统 他们两人通了电话 另外前面也谈到了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此刻正在中国大陆访问 而白宫方面也预告说 国务卿布林肯 在未来几周内也会出发 前往中国大陆访问 这个习拜一通完话 当然最新看到 包括像是叶伦布林肯 接连的访中 还有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睽違两年 美国印太司令部 太平洋舰队 还有太平洋空军官员 在这个礼拜 和中国大陆的军方高层 来这个见面 好 那么现在看到就是说 在夏威夷举行了 这个实体会谈 特别聚焦在区域内侵略性的 包括飞机船舰等 相关的这个事件 要怎么样能够来 妥善的去拟定出一个 安全的对策 好 现在看到这个美中密切的对策 那么特别在军事上 我想请教纪文雄 军事专家 这个时候中美希望营造的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对于美国来讲 目前的拜登政府最重要的一个要务是国内的选举 也因此如何在很多议题尽量降低它的风险 特别是减少美国涉入的程度 或者美国被卷入的几率 这个符合目前拜登政府未来打选在 塑造一个比较安全稳妥的一个环境 原始在这大架构之下 它对于近期在南海 中非之间的这个海上这种博弈 这种肉博 乃至于近期大概过去一个月以来 在金门海巡执法事件所导致两岸这种敌意螺旋上升 我认为对美国来讲 这样两场的危机 都有让美国被迫被卷入的一个风险 尤其是我们大家知道 美国和菲律宾有协防这种相关的条约和机制 如果说极端的状况发生的话 美国是否会某种程度被迫卷入 事实上对美国来讲 这是必须要管控的一个风险 另外在台海役附如此 尤其是过去几年 美国国会不断的加码挺台湾 那如果两岸之间会衍生出一个 更高程度的一个对峙 甚至灰色地带行动发生擦江州 事实上对美国来讲 都是一连串必须要处理的麻烦事情 因此在这大架构之下 就迫使美国必须要跟中国大陆 好好的谈一下几个危机 几个领域 大家如何去管控它的风险 因此对于美国来讲 我认为这是一个管控风险的一个作为 对照最近AIT主席Rosenberg来台湾访问 这个当然就是对美国来说 变数越少越好 那现在习败热线当然也传出说 这个台海问题是重点 那么讲到了台海的紧张局势 前总统马英九 现在他正带着访问团 在访问中国大陆 大家关注的就是4月8号 预计要在北京登场的马席二会 那么也传出马席这次见面 将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 或者是福建厅来举行 王老师您会从哪一个角度 去观察在4月8号 即将要登场的马席二会 这个有人说 这个在台湾厅或福建厅 有点矮化台湾 不过大陆方面也说出来 就是说因为过去接近很多党主席 也是在这个厅 所以应该没有矮化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会传出什么样的内容 因为这个马总统 马前总统在各种场合 这一再讲九二共识反台独 目的在缓和两岸紧张的态势 因为自从九二共识 那时候提到说一中各表 后来大陆没有承认以后 变成中间没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管道 所以如果这方面 我们在九二共识里面 可以恢复到一中二表 或者是找一个比较 一个另外一个名词 然后从这个过去的一轨是没办法 二轨三轨 看看能不能进两岸一个沟通的管道 因为事实上有一个bridge 一个桥梁 事实上两岸之间才不会有插枪作合的机会 特别是两岸这么紧张 所以我觉得马前总统最重要的 其实议题大概就是 九二共识来这些相关的反台独 来反核两岸的一些紧张态势 第二个如果经济上可以谈的话 当然最近agfa一直在切香肠 贸易壁垒调查 如果可以帮台湾的农民 这些传统传言说几句话 让我们的贸易调查的损害 项目损害控制到最小 也是对台湾 老百姓一个很大的帮助 再来就是观光的 因为最近观光的一些东西 如果可以有一些有效 其实让台湾 让大陆的观光来台湾 台湾也可以去一些 然后来做一些东西 对台湾老百姓也都是一个好处 最重要的就是要 怎么样来缓和两岸紧张的 一些相关的议题 我觉得是对台湾提出这个propose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这段时间 就是大家看马锡二回 当然有些看法是认为说 其实实质的影响力并不大 我也说到两岸之间的对话 沟通交流 大家会想到以前的连战 就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 现在是不是有意要塑造 另外一位连战也就是马英九 或者是说马英九前总统变成了 两岸对话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呢 我想应该这样来看待 从2018年7月份连战去大陆 跟习近平在北京会晤之后 理论上大陆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就没有跟台湾任何政治人物 跟企业家来进行直接会晤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这一次马前总统第二次在登陆 去年第一次登陆 既然到了北京 那当然他一定会见到习近平 那习近平也会借由马英九会面的场合 我相信应该都会有几个 第一个表达对台湾地震的关怀 那第二个来讲话也强调什么 也强调有关于两岸一家亲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来共同反对台独推动融合发展 当然北京方面也会很清楚的来强调 坚决对于反对外部势力跟台独这个部分 我相信北京最后还是会强调什么 怎么样为国家谋统一 为民主谋复兴这个部分的北京 一贯的坚定不移推进统一的诉求 所以重点在于说这一次的马席二费 跟2015年我参加的新加坡的马席 因为当然主客观情势有很大的不一样 2015年的时候马英九 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现在他已经不是了 而且他不但不是总统 他也不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那第二个部分就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两岸关系基本上还是可以有沟通 对话有政治复信 那从2016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将近八年的两岸的执政者 是没有任何沟通对话跟互信的机会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 2015年的时候美中的关系 不是大国博弈的高度竞争关系 现在美中关系是全面性的一些 对抗性的一些博弈竞争关系 所以很多的主客观情况都改变了 更重要的在2015年的时候 北京那时候谈到两岸关系 他是谈到和平发展 他比较不会去谈太多 有关于和平统一的问题 但从2019年之后 北京基本上是坚定不移的 来推进祖国同意和平进程 包括连宋涛这一次在广东 广州建马英九的时候 还是谈到要坚定不移的 推进祖国同意进程 所以很多的主客观情势是有变化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变化 这主人所讲的 北京在连战之后 一直想找到一个平台机制 可以作为对台政策 对中国内部要交代 对国际社会要宣示 对台要进行软硬两手兼施的策略当中 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人选 那当然目前来看的话 那马前总统由于他 曾经在新加坡跟习近平会晤 习近平也告诉他 在新加坡也告诉他 将来后会有期 那对于这种开创两岸关系 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人物 当然北京方面一定会利用这样一个平台 来释放出对台政策 这个对台政策既可以对中国内部交代 也可以对国际社会宣示 更重要的也可以对台湾体现 蓝绿所谓的区隔对待 两手都加大了这个策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对和平发展的氛围是有帮助 但是对两岸执政者的谈判协商 乃至于国际空间这个部分 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好 李老师我继续请您帮我们看一下 中南海内部的人士 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蔡奇 那么现在传出在身兼 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在这之前蔡奇因为她已经兼任了 中央办公厅主任 还有中央还有国家机关的工委书记 那港媒在三月底更是报导说 蔡奇其实在去年就兼任了 这个中央网络安全及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只是这个人是命令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布正式的对外任命令 蔡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当中 她是排第五的 但是为什么会在中南海的角色 越来越吃重 这个您怎么解读 我想她有两个角色是值得关注 首先第一个她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主管日常业务工作的 第二个她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那中办主任大概就是中共的党政高层官员当中 唯一跟习近平互动最频繁的 就是只要是总书记到哪里 中办主任一定要跟到哪里的 所以说蔡奇跟习近平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频率 应该不下于所谓的彭律元跟习近平关系的互动频率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那北京很清楚的 我想说外界方面 当然蔡奇之所以能够升得习近平的信任 主要是来自于她从1983年就到福建工作 那习近平在1985年开始到福建工作 那双方就开始慢慢建立起一个长期互动的关系 从双方在福建 双方在浙江 双方在中共中央 都维持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 就放眼今天 对七个常委当中 相较于蔡奇之外的其他的五个常委扣掉习近平 24个政治局委员之外的 没有一个人跟习近平之间的相处 跟信任关系这么强 因此从习的角度来看 基本上一个中心 党的部分蔡奇来分担 政府的部分当然就是李强来分担 那李强跟蔡奇都是习近平的分优者 而不是分权者 所以未来就会变成习一个习 李 蔡的一个铁三角 应该是核心 对 没错 就是以习为核心 那当然政府部门就是由什么 李强来分优 那党务部门就是由什么 由蔡奇来分优 两个人是帮习近平分优 连格奖是不分权的 那重点还是在您刚刚提到的一个 信任度的问题 没错 习对于这个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都说了 学生时务部门 本处的是 短予 数旗船